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在B站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时间过得很快 收获也很多 也学到了很多 我是靖 欢迎来到Gins Cano Live频道 这个时候麻烦大家把签到打在弹幕上 回想一年前 当时我知道B站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上传视频 更没想过要做任何的教学的内容 因为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资格去教别人什么 所有的契机是因为我开始玩无人机开始的 我自己拍了很多东西 这个时候我身边的好朋友说 我也很好奇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还有到底好玩在哪里 你干嘛不分享一下自己玩无人机的心得呢 我想很多人也应该和我一样想看这方面的内容 我说是吗 但是我也没有很专业呀 然后我朋友说你干嘛要专业呀 你只是把自己的心得做一个分享 而不是真正的在传授什么 想想也是 那我就开始准备了我的第一个介绍无人机的视频 很害羞 很腼腆 绝对就当玩玩呗 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个视频的观看量就破万了 我是真的很惊喜 大家也很喜欢我介绍的方式说很详细 对新手很友好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仿佛自己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和大家交流心得 同时我也依旧在学习各种关于摄影方面的知识 因为本身我是做电影后期的 所以我也在想除了无人机之外 我是不是可以也可以分享一点关于影视后期的知识呢 从哪里说起 也许剪辑和调色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果然除了无人机之外 大家对于后期方面确实也是很感兴趣 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被大家鼓励着往前走 但是我毕竟没有所谓的团队 所以在有了一些人气之后 我发现掐饭的同时又要做自己喜欢的内容 变得有一点费劲 毕竟这个不是我的主业 我还是需要上班 除了周一到周五上班 周六还要写文案周日来拍摄 所以基本上导致我一周七天都在工作 显然这么下去 一周两根确实是不太现实 所以我拉低了上传视频的频次 从一周两根变成了一根 只要不掉粉 还有人看 我还是可以慢慢的做下去 时间很快就一年了 粉丝累积到了五万多 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 五万多粉丝根本不算什么 但是如果仅仅是做教学内容上来说 一年时间累积到五万粉丝确实是不容易的 毕竟这个板块在B站上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板块 不比一个什么鬼畜视频动辄几十万的播放量 但是只要大家还愿意看 人数还在增加 我就有做下去的动力 有遇到过困难吗 当然有 除了忙之外 对于厂家需要我做测评的产品上 我遇到过一些对自身产品质量把关不严 我发现问题还不让说的厂家 既然不让我说 那么我就选择不做 我就算自己就是贴油费 也会把产品寄回去 因为对于这一年积累起来的人气 我不愿意对不起信任我的粉丝们 除此之外 有时候有一些留言也会刺伤我 当然这种情况慢慢的我也习惯了 但是刚开始做的时候 比如说我用的产品是英文的界面 就算我在界面各项选项旁边都标注了中文依旧会被罢 我就很不解 使用英文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环境 很多产品确实只有英文版 所以用着用着我也就习惯了 也就懒得再去这个中英文之间来回的切换 但是你说如果我没有在视频上标注中文 那是我的问题 导致大家看不懂 我就不明白哪怕我标注了中文 也会被一些人恶意中伤 但是支持我的粉丝们会各种开刀我 到现在我也就习惯了 因为真的是众口难调 就算你做得再认真再真诚 也会有人曲解你的用意 那么我也就懒得去记着了 频道还在继续 但是最近有一点点达到了我的瓶颈 因为我感觉我已经把我会的东西 基本上都已经分享干净了 也许换一种形式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继续看下去 当然教学内容我还是会继续做 但是我也希望多做一些vlog的东西 除了分享我的生活 也希望你能从我的vlog中感受到一些 拍摄的和后期的技巧和窍门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兴趣观看呢 我们把感谢的话留在最后 现在想跟喜欢拍摄或者后期的朋友们一点小建议 为什么就算我很累 一周工作就算七天 我还在坚持做视频 因为人要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情 真的是太难了 但是能将一件事情持续的做下去 你总会得到一些收获 我之前是属于那种做任何事情 都是三分钟热度的人 不论是学习生活工作上都是 所以很难在某一方面累积下一些经验 但是B站教会我的一件事情是 只要你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情 时间够久你就会有收获 也许这个收获并没有你期望的那么高 但总归是你能在持久坚持这件事情上 得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很多做后期或者是摄影的朋友 评论也好私信也好都会告诉我 坚持不下去了太难了玩玩就好 其实看到这些话问问自己 每个人可能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都对自己说过这些话 然后放弃就成了理所当然 但是如果逼自己一下 给自己一个时间段 哪怕是一年或者是半年 全力以赴的去做 可能结果也许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 这些年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打拼 看到过太多放弃的例子 然后那些人的借口一样是太难了 坚持不下去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闷心自问一下 你真的全力以赴了吗 这些年我看的非常透彻的一点是 人很多时候都在假装自己很努力 也许你上午滑水了一个上午 突然让你花两个小时做一个什么报告 或者是捡一个什么素材 就这么两个小时结束后你会说 哇好累事情好多 我说的没错吧 然后你会催眠自己 觉得自己好像很努力了 其实你诚实一点看待自己 你努力了吗 你做的够多吗 当你给了自己一个借口去躺平 那么生活也会以同样的借口来回报 后期或者是摄影 再或者是任何行业 当兴趣变成了工作 免不了你会觉得他无趣和没有干净 但这个时候可能停下来想一想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对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也许对你坚持下去可能会起到一点帮助吧 可能也会让你走出这个假装自己很努力的这个怪圈 最后我想感谢一下这一年来一直观看我节目的朋友们 有了你们的陪伴这个频道才能发展到今天 我因此也认识了很多人 也交了很多朋友 这些都是你们带给我的 所以我希望这个频道能够一直存在下去 哪怕粉丝停留在5万也没有关系 是你们的存在让我知道自己除了工作之外 我到底喜欢做什么 能一直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非常感谢大家 下周我会开始为期一周的一个road trip 那带上了各种设备 比如说无人机啊相机啊 不同的镜头啊 GoPro啊 滑轨稳定器等等等等 这些所有的器材 希望会为大家带来一支高质量的旅行短片 我是靖 喜欢我的频道希望你能关注我 也希望你可以一键三连我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